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Dunc Channel 今天很早 現在6點踏3踏4 已經趕著出門口 昨天只睡了三個小時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想帶大家做一個很瘋狂的挑戰 就是坐巴士 那坐巴士有什麼特別呢 為什麼又要這麼早呢 因為今天我們想試一下 坐一條叫840號的巴士路線 就由Lise這個總站出發 就前往一個地方叫VB 沒試過坐巴士去VB這麼誇張 因為整程是要三個半小時 是三個半小時 每天如果是由Lise出發去到VB 就能寄幾班車 下一班已經是10點多 10點多到上已經1點多 但是回來的那班是3點多 3點鐘下午 所以變了我們現在要趕過去 希望帶到7點頭的車 早上6點多的英國 很多雀鳥聲在唱歌 聊天 但是因為現在冬天的關係呢 還沒有日出 來學校的中途呢 看到往事永深那堆巴士路線呢 就一次過走了 那沒可能說到 但是在早上呢 就很疏的 我想可能半個小時才有壓價 那就有點害怕了 所以現在沒辦法之下 我唯有一邊走到市永深巴士總站 一邊呢 就看看沿途的巴士站有沒有巴士 這次真的大鑊 真是沒有車 走了 那現在要想辦法 可能要帶Uber去巴士總站 第一次呢 終於坐到新車的Uber 7-1排的 稍後我已經來到Lisbach Station總站了 在我們後面 那我就其實不太喜歡這種設計的 因為大部分的巴士總站 都是用一個月台的設計 那就是巴士設一個月台 好像登機閘口那樣 那就算是那些小的小中站 沒有閘門等等 都是用這個設計的 巴士洗進去那個月台那裡 然後那些人再上車 那我就不太喜歡 現在最擔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柯尿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三個半小時 那我又要講話 還有喝水 那三個半小時都是不可以去廁所 也不可以下車 一下車呢 那車就沒有肉 就走了了 以前這個廁所要付錢 現在不用剩 開個閘給我們進去 那四人的車剛剛埋站到了 這個車就挺高級的 你看到有天窗 算是豪華的小小在意 這條巴士路線840 是被譽為全英國最美的 景色的巴士路線之一 因為它又由Lis出發 然後經過York 再去到Webby 所以應該會看到很多很精彩很漂亮的景色 剛剛的廣播就說這輛車有免費Wi-Fi 現在就試一下它的速度如何 以及能不能練習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經過這麼多郊區在其他地方 未必會收到很好的訊號 甚至乎Lis這條使用心 我的網絡都很差 買的東西都錄得比較慢 算了 大家當的Wi-Fi 因為剛剛想WhatsApp上一張手機拍的照片 都寫不到出去 現在我們準備離開Lis 就在走一條A64的路 看到是郊區 看到日出的太陽和光 可以乘飛機看到日出這樣 真的很棒 第一次乘巴士乘到 走近90kmh 平時最快最快 在香港都有人70kmh 最快最快 在香港都有人70kmh 原來因為這間餐廳的名字就是爛了的橋 所以巴士站的名字就是爛了的橋 現在我們正式搭入York 就剛好說這條LS24 變成YorkYO23 我們到了York的巴士站 它就會停幾分鐘 以免這個班次太早 就錯了一些時間 我們總共用了1小時19分鐘 才來到York的市中心 那就有點久了 想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這部車就是富豪Vovo的B5TL 配這部G3的車身 很幸運 因為就不一樣是市中心的巴士 是right車來的 就不是Vovo 所以經常感覺會坐得舒服一點 我們又回到York的位置 大家都認得這條橋 如果大家還沒看上York的影片 記得看看 按右上角 它都是由Lis出發 然後經過York和Milton 但是它的總站就不是VB的 就是Scarborough 所以如果大家由Lis出發去York 來往呢 除了乘火車或開車之外 可以考慮乘840或843 現在很爽啊 因為一直都在走一些郊區的路 大隻路那條沒有什麼站 沒有紅龍燈啊 左右兩邊都是那些農場 有很多農夫車 這個巴士的玻璃超級無敵活躁 所以很多時候就拍不到外面的景 剛剛我們就搭了 兩個小時二十分鐘之後 就換了一個司機 那你可以說它是一個總站 因為在部份班次 它是那個站開出來的 那都是一個總站 小小的迷你總站 用來這輛車就特別一點 這個是直接由Lis去到VB 所以這個是一個特別的體驗來的 前面那些霧好像有鮮病 木木地 看到一些樹 這個景真的認得不是開玩笑 加上那個速風口呢 在上面吹著外面的涼風 還有最後半個小時就到了 這個景很漂亮 現在我們看到左邊這條路軌呢 就是蒸汽火車的路軌 每天都有幾班班次是蒸汽火車來的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火車站 就是那個蒸汽火車火車站 就停這裡 在York那裡呢 我右邊那個阿姨 那個阿嬸就上了車 但是全程呢 我一舉起一部機 它就舉起一部手機拍我 接著我忍了很久之後 問它 你為什麼要拍我 接著它又假裝聽不明白 接著後來它就 說沒有啊沒有啊 但我測試過 那個方法就是 我一舉起一部手機 接著它舉起一部手機 我放下手機 它放下手機 然後再重複那三次 它們這樣做 它們這樣折著 一部手機這樣拍著我 接著在那裡扮督機 我不知道它們有什麼企圖 不夠位的 現在我們掉頭 最後20分鐘 終於敢喝水了 乾杯 大家如果想踏這條路線 記得得趁早 因為它現在這間巴士公司 Crossliner作用優惠 由今年2023年1月至3月份 大減價 這條線原本是二十幾磅 五十五十六磅 如果你有列車 坐到VB那麼遠的話 因為貨車更貴 其實貨車要二十幾磅 但是現在只需要兩磅 是兩磅 即是以18-20港幣 和市區巴士的價格是一模一樣 但是你坐了三個半小時 還可以沿著看很多風景 我們終於到了 最後用了三個小時40分鐘 就來到VB 其實之前我們來過VB這個地方 不過那次就和朋友一起了 我們就沒有拍片 因為這次就帶大家很快地 粗遊VB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三點鐘就要離開 因為那班車 如果由VB是可以去到Lis 是三點鐘是尾巴士 那五點鐘那班是去不到Lis 現在我們還有四個小時 那就很快地和大家走一下 VB就是一個海邊的城市 所以當然不少 就是有很多很多海鷗 那還有呢 在我後面呢 這間酒吧呢 就是一個海盜船的樣子 那前面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景色 還有上面有一個阿B 叫VB阿B 那這個海邊城市 所以更加多Fish & Chips的店 我記得上次我好像在VB這裡 看到一些海鷗是吃薯條的 那有些人掉了薯條在地上 那些海鷗就吃得很開心 搶來吃的 這裏有一間非常吸引 我真的很喜歡VB 因為這個地方呢 真的很有古色古香 還有很有獨一無二的感覺 它的進台就是前面的大海 那前面有一個沙灘在那個位置 上次我不夠時間去 這次也很想走一下的沙灘是怎樣 因為沒想到應該去沙灘 轉眼間呢 我已經走到1999步 顧名思義 總共有190級樓梯 走到最高這個位置呢 就是那個阿B的入口 突然間有個秀行走過來呢 就說可不可以幫你拍少許MV的片段 好了 我們剛才因為突然下超級大雨的關係呢 我躲在這裡親身上 吃大會之後呢 只要坐4個小時的巴士 所以我現在就 畢然無奈 經過看到 又是Water Spoon 如果大家不知道Water Spoon是什麼呢 就是英國最大的列佐酒吧 但是除了酒之外 新推出了兩個飯 還有做餐叫 也有鵝卜包 披薩的食 大家覺得這個雞飯的賣相如何呢 往來雖然一煲碗 但是之前試過的確是不錯的味道 8磅9.5去包了夜飲 包了一個飯 如果走的飲品位 要10磅 放鬆一點整個套餐 你不可以說超便宜 因為英國有些更加便宜的餐廳 但也不是說很貴 而且你叫他坐得舒舒服服 環境又不差 我們現在呢 時間是12點半 我們坐3點鐘那班車去List 你看到呢 它的站是超級無力多 一路會下去 一路會下去 接著APP說呢 總共有157個站 Rether spoon我出來了 還在下大雨 剛剛看那個手機的天文台APP 一路會下去 一路會下去到4-5點鐘 搞到現在呢 又開始有點眼睡 然後又下雨了 不想走出街呢 我想快點 9點鐘3點鐘 可以跳進法師燈 睡覺 現在幾年雨過天晴 那現在我們試一下 可不可以再拍到一些 漂亮的畫面 給大家看看VB是什麼樣子 好啦 我們終於呢 又成功上去840 搬回List 那剛剛就跟等車的時間 聊了一陣子 他說 跟著APP指示呢 車就遲了20分鐘 很幸運啦 車3點鐘就已經到了總站 那司機就選擇沒有休息 就3點0分就直踩 開這一程車的 那因為剛才呢 那個乘客就是已經坐過很多次 840這條線 他就非常清楚 我就問他 我在List的時候上車呢 巴士 剛剛到我們List的總站 就有一些乘客下車 究竟在哪裏開出來的呢 駕駛了兩個半小時 在Milton 那裏開List 跟著他在List 看著他去廁所 跟著休息一陣子 坐在車裏 10分鐘鬆一點 然後又再駕駛了兩個半小時 直踩 這個司機 基本上可以說直踩了5個小時 中間只有10分鐘休息 還有他們厲害的地方 就是英國那麼多小路 轉彎 小路仔 那些住宅區 他們可以看到這麼清楚 停對每一個站 都是很厲害 好 我們終於呢 都回到List的巴士站了 我們最後用了3個小時 36分鐘 比預定班次 那個到達時間 遲了4分鐘 不過那兩個司機都駕駛得很快 那這個旅程都真的很特別 我覺得因為人生都沒什麼機會試過 坐巴士可以坐過這麼多個小時 人家上班都是8個小時 坐巴士 我是坐了7個小時 但又未知說 坐完之後 以後都 一段時間都不能再坐巴士 坐到驗又沒有 不過我的屁股都坐得很痛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DX英國留學旅途呢 會繼續更新給大家 拍更加多精彩的節目在英國 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先 拜拜 的氣氛 就不是公司可以現在這樣